今天頭髮為什麼會放這樣呢? 因為我媽說 穿這樣子 如果頭髮綁起來臉會看起來很大 所以就直接把頭髮放下來啦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大雄就是 忘記以後 買的東西 還有扭的扭蛋 那我們先來開一個 比較無關緊要的奇怪扭蛋 這個是 在路上走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超可愛 因為我之前有在搜那個 這個系列的其他公仔 他這系列的其他公仔呢 是這個神系列 然後看到他這個 因為他寫說是可以放筆 所以我就想說扭回來 然後看一下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很容易被這種東西騙起來 他就是長這樣 然後他是可以把筆放在上面架著 這樣 半公小物 其實根本沒在寫字 也沒有什麼筆 就是硬要轉一個狀態 又回來放 這應該可以放硬張啦 他的粗度應該是可以放硬張 因為他可以把手指整個穿進去 而且他應該是有點類似那種 石膏材質喔 就聽起來會有那種 摳摳摳摳摳 那應該是石膏之類的材質吧 上色也還不錯 他金色很漂亮 而且他尾巴這裡 超可愛的 這一隻是貓貓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顆吧 第二顆 他誰 不認識 可能是仆人之類的吧 一樣都是可以放筆 可以放東西的 而且他不貴喔 他其實 我記得他好像是200蛋 所以他一顆才60元 他很可愛 然後我主要是為了想要轉這個 中間這個白色的布 這一隻神 我是為了想要轉他才轉的 他想說轉了兩顆 不要再繼續好了 再轉下去可能會失心風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很重要 另外一組呢 是大熊一直以來 都有在玩的 手遊裡面的角色 然後我是為了 等一下 我先開 等一下裡面有蛋子 我再跟大家講說 我到底是為了誰而轉的 他可以從這個透明的蛋殼裡面 就看到是哪一隻 所以我轉到我想要的 或者是說我害怕 繼續轉下去的時候 我就會停下來 至少我知道說到底 有沒有轉到啊 就是有轉到就會 新滿意 沒轉到就快點逃跑了 他這一組呢 有蠻多勾幹柱的角色 有露西法啊 瑪娜啊 然後還有幾個 嗯 比較不熟的 然後還有這什麼 光劍喔 這個神威 神威 光劍神威 然後呢 這一顆綠綠的 他誰都要放下來 有點愛事 很久沒有這樣放下來 最近都一直捲起來 因為 這樣子放下來 他會一直撞到那個 波子後面 好癢很不舒服 因為現在夏天 超熱 他好小一隻 他跟之前假命其實那個一樣 超小隻的 然後這樣 一隻小小的公仔 這一隻其實我對他不熟耶 我其實不太認識他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露西法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關卡裡面的角色吧 我不太熟這一個 然後呢 我就想說再賭一顆看看好了 結果掉出紫色 我想說 紫色一定是露西法的顏色了吧 登登 真的是露西法 露西法超可愛的 我當下轉到紫色的時候 他掉下來的時候 我就心驚了一下 然後我看了一下蛋殼 真的是露西法 所以我跳著跳離開店裡 然後原本要跟小幫手來個擁抱 結果 旁邊還蠻多人有點尷尬 結果 沒有擁抱一下 不然這個真的是 衝到露西法 這一定要擁抱的啊 這也太可愛了吧 你們看 這做工很棒耶 露西法 他連後面的翅膀都很認真做耶 這隻超可愛的啦 我就是為了他才去轉的啊 轉到了一定要擁抱一下 尖叫一下 超棒 好可愛喔 這一個系列很值得轉 他每一個人物都做得還蠻Q的 他每一個人物細緻的地方都做得還不錯 然後 為什麼今天 會這樣子 喔很感業的這樣把頭髮放下來 然後為了要 開箱這些東西 不 不是為了開箱這些東西 是為了某一個目的 就是 將將 鬼燈的冷冊 為什麼會買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其實它是熨斗貼 熨斗貼是什麼 熨斗貼其實有點古早了 現在的小朋友的話 有些應該也不認識這個東西吧 這個是 有一點小小年紀的人才會知道的東西 這個熨斗貼超可愛的 它是鬼燈的熨斗貼 而且這個是官方的喔 這是台灣官方 台灣現在有賣 台灣現在有賣 要買的話 如果你也是鬼燈迷的話 快點去買 我會買這個是因為啊 像這件衣服 這件是我在那個 D-Kiss買的 D-Kiss 然後它上面所有的 像你們看到這個 這些 圖案啊 全部都是我用熨斗貼 自己先熨上去以後 再拿針線 另外再縫一次上去 因為熨斗貼 其實它熨上去 它不太會緊 有時候你洗個一兩次 或者是說走路的途中 可能衣服凹折啊 它就會掉了 所以我就另外再 自己用手縫了一圈上去 超賢慧的 反正就是我想要 就是用這件衣服 然後做出一件屬於自己 因為上面全部都是 自己喜歡的圖案 就是我其實縫了蠻多 小小的圖案上去 就是我喜歡的圖案在上面 就是這件就是屬於我的 然後就是我喜歡買一些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弄上去以後 我穿出去 這個就是完完全就是我的風格 那如果你也有喜歡鬼燈啊 像我一樣很瘋狂的喜歡鬼燈的話 一定要記得趁現在去買 做工還不錯 還蠻細緻的 像這個小白 然後這個戒指醬 然後毛好好 鬼燈 還有金魚草 這一次不得不說 它鬼燈做得很好 因為它沒有再加入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種鬼聲音 就是中文字進去 它是直接就是金魚草的圖案 這真的是聰明的做法 我真的必須要承認 這真的非常聰明 這一次主要其實是為了開這個 前面的扭蛋 除了露西法 因為我露西法真的是 當下轉到真的是尖叫到不行 這個呢就比較平淡無奇一點 只是覺得說辦公小物很可愛 是不是才轉回來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